杜魯多就凍結了那些自由車隊的戶口 現在就解凍了 但因為傷害已經造成了 很多加拿大人都不想再放在加拿大銀行 他有想封鎖那些加拿大銀行戶口 但其實他不會阻止你交易的 他只能阻止你提款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 所以就不一定能夠阻止 另外這個就觸發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抗爭 你又在玩別人的遊戲 人家最糟糕 就可以這樣封鎖你的帳戶 可以凍結你的帳戶 這樣就很無奈 所以去到那個位置就是為什麼蝕蝠這麼重要 就是原來他根本沒有可能封鎖你 他根本又不知道你的錢放在哪裡 一定有位置走到 一定有位置走 現在有些人可能要用交易平台 是要用真人登記的 他才可以換回加拿大幣 但如果你真的可以用蝕蝠來買的話 你不需要再把它轉成所謂的加拿大幣 或者所謂的法庭貨幣 直接用蝕蝠來買東西 用什麼銀行也好 無論如何 到時他就凍結不了你的帳戶 他就沒有東西可以做了 他就被抓你去坐牢而已 所以這個是一個未來的新方向 也都大大推進了蝕蝠這件事 就是你不玩別人的遊戲 首先你不要先用一定的貨幣 你脫離到這個 你其實已經是有很多的仇惠 其實可不可以說 如果他都不說密碼出來的話 其實是你充公不了他的財產 充公不了 你除非停上網 那你就會有上網的地方 你都可以拿回一些錢 還有這裏都可以再說 加拿大自由車隊是和理非的典範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犯法 所謂有犯法 但公民抗命也沒有暴力成份在裏面 而你道老多都是說那些舊的東西 都是說什麼愛國勢力 黃世宅說什麼關黑手黨事 沒有新聞敢說 多不知自己是怎麼說出來的 然後蕭先生就說一小撮人 你最後一小撮人就可以搞到這樣 這個很有效 一天就很多人支持 然後我就想說 民主自由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那件事是什麼 就是 我當你覺得今天香港沒有了 所以你移民 你移民去加拿大 你移民去英國 澳洲 你會不會參加這個自由車隊 有人是在加拿大的 然後你問他 劉細良肯定沒有說過這件事 這個就是這些人提倡的和理非這麼多年 是一個絕對的成功例子 自由車隊很厲害 為什麼你們這些和理非 左膠沒有人提過 可以很肯定地說 去到加拿大的香港人 都會覺得他們是搞事 覺得是阻礙著地球轉 甚至乎是 又沒有打針 又沒有搞錯 一定是這樣想的 九成九的在加拿大的香港人 都是這樣想的 台灣也是這樣想的 都沒有錯的 所謂自由民主 就不是你是一個沒有這個地方 去到一個有的地方 你是當有的 你是要保持爭取的 人民和政府基本上簡單來說是一個對立的層面 或者互衛互利也好 互相制衡也好 總之你不能夠信任去對方 當你一放鬆 他就會撲過來 正如政府放鬆 你也會想撲過去一樣 不如放多些權 不如不用交稅 你也會想這樣 這個就是商家佬和政府的角度 所以大家都是會互相制衡的 而民主自由都是一樣的 你不去要的話 政府就會過來收緊你的自由 因為你是粵義館 香港人 想去外國爭取自由 去到一個自由的土地 然後你就成為了那群你口中最討厭的那群藍絲 就說別人有自由是別人的錯 阻礙我上班 阻礙我發財 但是你不知道這些規例是侵犯了別人的人權 這個才是最可悲的 所以這個就是奉勸大家 不要以為移民就一了八了 或者如果你覺得移民就一了八了 你就變成好像所謂我們上一代的香港人 我這裡找到錢就怎樣 說什麼爭啊 然後你就會搞到下一代就像現在這樣 加拿大那群香港人你前幾年 有誰是真的不支持中國的 九成九都是 你不想到2019年也不會有那麼多人所謂轉軌 然後去到那個位置就是原來你都是這樣想的話 人民主自由就是 你一定要保持著去爭取的 你一被人打壓其實你就會走出來的 我不是他們在香港做這些事情 而是你在外國有自由民主的地方你就會走出來的 你這個民主國家你就這樣做啦 在香港我就不建議了 現在這一刻 大家的問心就是你會不會去那些反貨人示威 然後你說自由車隊那些你會不會裝呢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是在維護你的人權 你不維護你就沒有了 起碼你都要在加拿大做回香港做的事情 你起碼要關注 要retreat 要什麼都好 你起碼都要知道這件事 而不是不看不知不想不理 跟陳百祥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的 所以這個是民主是最需要有的一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即使將來不來香港也好 因為這個問題也是很好 我星期四那條片 其實我引用了衛生部長最後 他爸爸不是勸他走的 你老母這個地方30年之後都是這樣 沒有得救的 慎走也好走啦 你退休的時候這個地方都是一樣的 你要去叫醒這班人不要刺 他爸爸說這番說話 我覺得是沒有錯的 但是衛生部長選擇了他到現在仍然都是從政的 他有另外加入政黨 都是要自由民主和施政透明 他都沒有錯的 仍然在為這個地方奮鬥 那爸爸沒有錯 那個衛生部長自己也沒有錯 但是究竟誰是適合的 或者誰是可取 其實兩個人都可取 這個就是看大家自己個人怎樣選擇 那就沒有得去判斷 這支人救安就是 你即使好像他爸爸 選擇了你去維亞拉 就是去這個奧地利 去做醫生 起碼都能幫到人救到人 即使你選擇了這條路也好 不代表你不需要繼續爭取自由民主 如果不是奧地利只會成為下一個羅馬尼亞 而奧地利真的是下一個羅馬尼亞 因為他這個email password 是沒有兩分別的 如果你去到奧地利看到他當地發生 你在羅馬尼亞看到的東西 你不去做任何東西 你和你以前所對抗的那幫人有什麼分別 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你在香港 你去到加拿大 你不能加入自由車隊 你不能進入那些反復遊行的話 其實你就是將這個地方變成下一個香港 或者下一個生活在獨裁的地方 你想想到很多屌 你不能進入那些人家的 你不能進入那些人家的 他是瘋狂的林鄭 他瘋狂的林鄭 他瘋狂的林鄭 林鄭也沒有凍結那些 付錢612的人的帳戶 他凍結612的帳戶 許智峰那些凍結完 第二天就解凍了 你一打他 你為什麼凍結我的帳戶 他已經開了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沒有繼續凍結 不知道 你有沒有瘋狂的瘋狂的林鄭 你明明是一個民主國家 瘋狂的瘋狂的林鄭 他凍結那些 捐錢那些都凍結了 你想想幾人過狗粉 你想想如果你在香港移民到加拿大 你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加拿大就變回現在香港 然後你下一代就遭回現在 我們叫這一代在遭受的東西 是沒有那麼分別的 所以這個才是 所謂民主人權自由的核心 就是你要知道 你一定要繼續爭取 你已經有 你就要繼續保持 而不是讓別人繼續 向你的人權 繼續壓抑 去進逼 其實說了那麼久 其實想說什麼呢 民主是害壓人的 講個例子給大家 因為我們今天真的是 因為我本來在拍片講的 如果在拍片講大家都不會看的 所以大佬就建議我在這裡講 有什麼就罵他 本來在拍片講 其實那時候大家應該知道 委內瑞拉 他們以前有一個總統 叫做Hugo Travis 其實說起民粹 很多人都會說起他 但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就不太熟悉他 他是民選出來的 他是反對精英主義的 就是民粹 對不起 總之他是民選出來 反對精英主義 他的參選的孫兒就說 我要將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的石油收益 我們各國富有的錢 將他轉用在這幫人民上 人民就受到打壓 貧窮各樣的折磨了那麼久 就覺得我們救星出來了 我們要投他票 支持他 結果他真的投他票 然後他真的成功上了位 做了總統 他做了總統之後 試試試看 90年代 98年 也不是很久 98年那些時間 他成功上了台之後 權力大 總統權力大 加上非洲的時候 你知道 那麼多年前 他們制度不會太完善 所以他就 走聰面 成功在憲制會 成功再用走聰面的方式 令到自己黨派的人員 全部當選 全數當選 所以他那時候 在某程度上 無論是憲法 還是各樣東西 他都已經包含了 是他大權材 真正做到 接著 那些人就說 我們這個國家 拯救民主的那顆維他命 終於出現了 他們就很開心了 因為 就是阿雨果 Hugo 他就覺得他是維他命 那些人就很開心了 因為他的政策全部都可能反精英 所謂的反精英主義 然後偏向人民 不知道他實際有沒有做到 可能做了一點點 但是不會完全這樣做 那就令到精英人士很生氣 後來是被軍隊 短暫地推翻了他們 推翻了Hugo一段時間 但因為推翻了Hugo 那就糟糕了 那些人們就更加生氣了 他被軍隊推翻了 即是他是好人 他被人拘捕了 即是他是好人 對不起 你是否按不切我 你說了一些我不敢說的 然後呢 因為那些人民很支持他 所以過了沒多久 就再次上台又做總統 因為他曾經被推翻過 他就很害怕了 糟了 這次我要做得再絕一點 他真的把自己的政策 那些高壓手段 真的放了出來 因為他要避免自己再被人推翻 怎樣呢 他關閉了大人的電視台 就掌握了媒體的能力 然後他就開始去 拘捕和驅逐反對派議員 黨派和媒體人士 他那些國家的人 他那些國家的人 已經沒有人可以在公開場合反對他 非常好 所有言論都是好的 對於關於他的事 然後後來 因為一直維持了很久 他之後再次連任了一次 但是他那時候是患了癌症 所以還未完成他的任期 他就死了 他死了之後 就有人上位 上位的人就是一個反對派人士 那些人就會心想 喂 反對派上到位 不就是民主 他打倒了那個人 他是反對派來 不適合的 他上到位 不就是民主 如果不是民主 怎麼會被反對派上位 你說是不是 政黨輪替 就是民主 民主 因為其實他曾經這麼高壓手段 去做了這麼多政策上的事情 還是光明就是這樣推翻了電台 反對派也好 這些是無可 你不可以說他是民主的 但是 那些人民又在少少高壓的情況下 被人統治了十年左右 在這十年期間 正是去到早幾年 有美國人去做民意調查 問他們 你覺得你們國家 在這個年份 這些年份 是不是民主國家 有大概九成的委內瑞拉的人民 是給八分的 即是說自己是民主國家 是十分分分 他們給八分 為什麼說民主是可以欺騙人呢 不只是民主這件事 本來就沒有一個特定的定義 而是我們作為人民 只要我們生活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有分頭這一票 我們都很可能會覺得自己是民主 因為是我推他上去的 如果我覺得他不是民主的 我推回自己的選擇 不是個人都能夠接受到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就是民主是怎麼死的 很多時候就是死在票箱裏面 就是你投票那時 民主已經在出現了 因為問題出現的不是票箱裏 在投票那隻手那裏 但是他給反對黨 那反對黨有沒有做些什麼 都是這麼高壓的 還是有好反應的 好像到現在還是高壓的 就是那個如果也是很高壓 被人推翻完之後 上三位之後很高壓 反對黨上了場 但其實都是這樣 然後他們覺得很民主 那就是什麼 今天你選法法民上台 然後繼續會用國安法拘捕人 可能轉換其他東西 用其他東西去驗食這件事 因為這個地球 我一直都覺得地球一直都是屎臭的 不過是蓋住了 就是用所謂的唐衣包裝了一些東西